哈喽大家好,我是小番茄 是要有粉丝提问 为什么不把物资藏在箱子内 这个问题你想过吗? 毕竟在很多游戏当中 物资都藏在箱子内部 只有破坏箱子之后 才能捡到物资 这也更符合常理 那为什么在吃鸡里却没有这个设定呢? 至少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会影响玩家的战术选择 如果把物资藏在箱子内的话 会极大延缓游戏节奏 落地钢枪将不复存在 而且玩家只有破坏箱子之后 才知道这个物资是否需要 会大幅提升玩家收物资的时间 这样会带来不好的游戏体验 第二个原因就是会破坏地形 在吃鸡里很多箱子 都是作为障碍物存在的 如果箱子可以破坏的话 那地形直接就被破坏了 很容易影响游戏平衡 第三个原因就是光子太难建模 毕竟如果把物资都放在箱子里 那地图上会出现大量的箱子 如果箱子做多了 这程序会显得非常拥挤 并且破坏箱子之后的装备暴力 也是非常头疼的平衡问题 因此在以后也很难推出这个设定 小无论们 你希望光子把物资放在箱子里吗 欢迎关注收藏分享哦 我们下期见